欢迎收看本节目 从苏亚雷斯变成18岁的孩子 格列兹曼登贝来 梅西组成三叉戟 佩德里也经常前叉参与进攻 尽管威廉姆斯开场三分钟就破门 但巴萨很快扳平几分 梅西精准地长船转移 德荣底线处电船 佩德里投球破门 第38分钟 属于梅西的时刻到来了 这是巴萨的进攻 梅西回撤到极深的位置组织 观察到佩德里的好位之后 梅西送上直船 佩德里停球 带走防守球员 潇洒血液的一波 梅西20米分析 进区之内 左脚精准 推射球门死角得手 巴萨2比1反超 梅西和佩德里的配合 简直是美妙 在比尔巴厄竞技 7人的双层防线中 梅西寻找佩德里 佩德里眼里 也只有梅西 这就是默契 这就是心有灵犀 进球之后 梅西罕见兴奋 手指着佩德里 18岁的小将 冲上前 投入到梅西的怀抱之中 看看梅西 闭着眼睛 享受足球的快乐 梅西的巴萨生涯 有过诸多顶级搭档 罗纳尔迪尼奥 埃托奥 亨利 哈维 伊尼斯塔 内马尔 苏亚雷斯 这些巨星 先后离开巴萨 梅西也寻找到 新的黄金搭档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与梅西最来电的 不是格列兹曼 库蒂尼奥 登贝莱这些 一员先生 而是500万欧元的 佩德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 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 订阅收藏 不迷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